而总统拜登预料将会在本星期会宣布大幅提高部分中国商品的关税 而当中电动车将会从27.5%提升到百分之102.5% 而财长耶伦在13号就表示 美国的关税都是有针对性的 也期望中国不会做出重大回应 耶伦说他已经向中国明确地表示 中国可以更具战略性的方式重新配置前总统特朗普实施的关税 美国针对中国产能过剩的行动是有针对性的 而非广泛性的 耶伦又称拜登政府确保中国会在美国采取任何行动前得到通知 所以期望中国不会做出重大反应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常务副会长傅秉峰他曾经表示 美国夸大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产能过剩和所谓的国家安全担忧 这是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 有点赔ARR的奖帐 全民党就是说 有点赔ARR的奖帐